这个月5号凌晨 花莲市有个男子 他只穿着内裤 而且神情恍惚 站在大街上 远景担心他的安危 上节盘查 而这个男子神色诡异 手还坚持插在口袋里头 引起警方注意 见过讯问之后才发现 原来他身上 携带了违禁品 你这是内裤还是短裤 短裤啦 内裤那种东西啊 这明明就是内裤 男子坚持自己穿的是短裤 但远景怎么看都觉得 这明明就是内裤 你怎么穿得这样走出来 深夜里怎么会有人 只有穿着内裤 就出来逛大街 让远景超疑惑 察觉事有蹊跷 事情发生在5号凌晨一点 花莲警方深夜 骑着车巡逻 发现有名冯姓男子 只有穿着一条内裤 神情恍惚的 站在德安一街 与德安五街口 远景担心他的安危 因此上前盘查 有带外禁品吗 没有 没有 对 看你茫茫的 就算想要否认 但神色那么诡异 手还一直插在口袋里 这一切异传 可躲不过远景的火眼金金 这包什么 这包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等一下 即使被抓到了 男子还想狡辩 甚至想逃跑 不过还是被警方抓个正着 男子挺显舍色诡异 所以上前询问 是否身在违禁品 经过调查 男子是毒品的猎馆人口 身上带了四包咖啡包 这道远景询问时 男子才心虚坦承 警方立刻将他逮捕 全案已违反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赵宣徐力行花莲报导